我们堵在悬崖峭壁上的时候 唱国歌 然后唱我和我的祖国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四五十个人的那种大合唱 然后在场的中国人 拿出五星红钱 那些外国人会给我们拍照录视频 他们不一定听得懂 但是他们会觉得这也很震撼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眼前这位讲述自己登山故事的 是来自湖南长沙的女高中生徐卓元 2023年5月 16岁的她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成为中国年龄最小的 从南坡登顶世界之巅的女运动员 自此展开了她的7加2全球登山徒步探险计划 即攀登七大洲最高峰 并徒步抵达南北两极 时隔半年 徐卓元来到计划的第二站 非洲之巅起立马扎罗山 并于北京时间1月1日12时成功登顶 徐卓元介绍 此次攀登起立马扎罗山 选择的是徐浩时七天 途经热带雨林的莱摩哨线路 海拔起伏大且天气多变 间隙性降雨造成的路面湿滑和身体湿温 是最大挑战 除此之外 与母亲一起登顶 也是她的一段特别经历 徐卓元的母亲张文玲接受采访时表示 起立马扎罗山是她攀登的第一座雪山 为此她特意加强锻炼 希望能切身体验女儿的攀登感受 她说登山途中每天都能体会 在高海拔山区行走的艰辛 但自己并没有青年放弃 因为陪伴女儿登顶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徐卓元 徐卓元告诉记者 自己从小跟着被誉为 湖南省登顶珠峰第一人的父亲徐江蕾 走遍中国 自12岁时登顶第一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后 攀登的步伐从未停歇 她说登山者并不是征服了山峰 而是被山峰接纳 即使有登顶数座高山的经历 她仍会对每一座山心怀敬畏 我觉得登山是我看世界的一个途径 就是我可以通过登山去到世界七大洲 然后可以去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是很难得的一个事情 再一个就是不是说我们 就是00后就青年这一代 一直会说我们是躺平的一代 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是想要证明自己吧 徐卓元坦言通过不断攀登 她意识登山是一门苦难的艺术 与志同道合的人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是最有乐趣的事情 她透露近期计划是今年4月份挑战徒步北极 争取在18岁以内完成7加2计划 用实际行动让更多人了解登山知识 爱上登山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